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罗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让咱了解了大概RTTP协议的一个代声 对不对 我们做外部用户一定要了解它 你看一下 咱们再回顾一下RTP的简介 也就是外部浏览器与外部服务器之间的一问一答的交互过程 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RTTP协议 对不对 然后它是TTPIP协议的一个应用层的协议 是它的上一层应用层的协议 用于定义外部浏览器与服务器的交互数据过程及数据本身的格式 目前的协议将它合同的话也得有什么升级或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RTTP的协议版本原来是1.0 现在一般都是1.1 对吧 那1.1当然了比1.0更强大一些 对不对 协议内容更多一些 对吧 更好一些 所以RTTP协议是学习外部开发的一个基石 如果你不深入的了解RTTP协议 那你就不能掌握什么 掌握不了外部开发 更无法管理和维护一些复杂的外部单点 所以要想成为外部开发的高手 对RTTP协议一定要很了解 听什么 那前面他说了 RTTP协议最主要的是不是就是 请求和响应这种模式规则 对不对 那一问一答就是一个请求一个回答 对不对 他就是定义这个规则的 所以为大家画一个图 看一下 这个 是服务器 假如说 这个是客户的浏览器 对吧 那我在浏览器的地址栏 地址栏的话 我输入一个地址 然后请求服务器 咱们看下这过程哪块是遵循 RTTP协议对不对 对 首先我们在地址里边比如输入 是肯定得输入RTTP 对不对 就使用这个协议 然后云点IT兄弟连点 这是不是一个域名 然后鞋库下边 比如说 您带几点 PRP 大概这样的一个地址 对不对 你看我们请求服务器 是不是就遵循这个协议对不对 这会是一个UR 最前面就到了这个协议 如果你直接在浏览器上写这个 他会给你补上RTTP协议 我们开发一个网站 它的开始过程就开始了 对不对 它向服务器请求 我们画一个箭头 那服务器请求服务器 服务器接到请求 是不是在服务器处理 对不对 处理服务器是有个处理过程的 就是咱们PRP执行的一个过程 什么连接数据扩 什么什么那些数据处理 对不对 处理完之后 它是不是把数据给我们 结果是不是得给浏览器 这样的话 他们相当于问 浏览器相当于打 是把数据回答 请求这块 我们这块叫做 请求 对吧 这个过程我们叫做响应 这就是RTTP协议 最主要的一个流程 请求响应 一问一答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 请求输入地址 它就请求了吗 对吧 其实请求没那么简单 请求 不是输入地址 就是回车 请求这次 它得先建立一个连接 明白这意思吗 对不对 你请求的话 它是不是得先连上 TBIP 是得先连上 对啊 连上之后 是不是得问他什么问题 对不对 就像有时候咱俩交流的 先说妹子 我先叫她妹子干嘛 搭一下 咱俩模拟账 妹子 你看 你看这要是连上了 对不对 然后我说你今天多大了 是吧 这就是问问题 对不对 所以先连上再问问题 对不对 然后回来之后 也是这样的 然后关闭 对吧 所以请求建立连接 那么我们在请求的内容上 我们就得好好了解一下了 对不对 最主要的分三部分 分三部分 什么呢 请求的时候 有三部分内容 像 也就是你感觉像服务器发动了三个问题 就是每一次发文都给他发了三部分东西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请求 请求都有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什么 请求的行 对吧 第二个就是 请求的内容 请求的投 投信息 第三个 挂行之后就是请求的什么 请求的内容 内容在说 不太理解 什么是请求行 然后长什么样 对不对 咱都会想说的 你先要知道 这次请求 每次请求都得发三部分内容 对不对 而不是你想象的 就是请求的一个内容过去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咱们要好好学学 RTDP协议 咱们就弄明白 请求这三部分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搞定这些信息 对吧 那回答 也就是想要服务器处理完 比如咱绑到阿帕奇 对不对 阿帕奇把数据 是不是得给浏览器 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响应的过程 响应的时候 其实怎么当 也有三方面信息 在下边 也就往回发送的时候 响应的时候 也有三方面信息 第一个也是响应行 第二个什么 响应头 对 对 第三个 对 想的内容 这节目信息 那咱们稍稍了解一下 一会咱们得详细说 对不对 让你对第三部分 有个印象 咱们先从响应这话来说 还是先从请进来说都可以 对不对 比如说就想的过程 第三步能了解一下 相当于像客户端 比如说你请求一个网页 那咱们感觉是不是就把网页的内容给浏览器就完了 对不对 其实没那么简单 对吧 内容 网页的内容 比如说 我现在在这话 云点IT兄弟点点心 一回车 是不是就请求 对 那请求感觉回来过来的 就是服务器给我的这个页面数据 是不是 其实它底层走了很多东西 它分三次给客户端的 哪三次呢 第一次就是什么 第一次就想一个行 告诉什么呢 告诉 什么 就是一个状态码 相当于和什么说明 比如说 200 OK 你了解吧 是不是呢 经常有这个 对不对 那就告诉第一次告诉浏览器 说你这请求 我给你处理成功了 对不对 那这个码过去了 浏览器 咱们要是能接受这个码的话 咱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码去写程序 对不对 比如说200成功 他开始准备 我要接受内容 是不是 如果给404的话 他还用往下走吗 不用 客户端直接告诉用户怎么的 找不到 对找不到了 对不对 就不用存别的了 这个状态码是个数字 对吧 数字传出是不是很快 如果告诉他 如果告诉他比如说304之类的 假如这个状态码告诉304 说明服务器这个内容没有改变过 然后客户端还有这个数据 一看服务器段那个数据没更新 我这还有 我干嘛还把这个东西发过来 是不是用客户端换成这个 对不对 所以根据状态码能决定很多事情 这个码是传统很快的 听什么 然后有状态码就直接发送内容了吗 还不是 还有什么 还有响应的头吗 对不对 响头什么信息 就是告诉浏览器做一些准备信息 比如说咱前面用头设置过浏览器 什么呢 告诉浏览器什么呢 你必须用什么字符集来显示 我要发过去的内容 对吧 然后或者是告诉浏览器说 我发过内容是一个附件 我发内容是一个图片 如果告诉浏览器 我发内容是一个附件 那浏览器在进入内容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显示了 直接行程下载 对吧 所以这是响应头的部分 响应完之后 比如说200成功 然后告诉他一个字符机是UT28 然后第三部分才是给他的内容 那浏览器收到200了 是不是成功了 收到字符机 他已经准备好用UT28显示内容了 对不对 再拿过内容 是不是显示UT28的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响应这三部分 因为我们是可以设置后边两部分的 比如说咱们前面有个响头 基础上 对 hider 对吧 CONTNT 文本的 类型 文本是TMR XSite 等于UTF-8 是不是这样的内容咱们写过 对不对 你看 对吧 这样的内容就是先告诉软件 说我的内容是文本的 字符机是UT28 对不对 然后你在解析内容的时候 就得用UT28解析 那内容 假如内容是什么 内容就是你IQ的内容 对不对 或者是你直接标签的内容 对吧 这都叫内容 就是你咱们平时写的 代码 对 代码那部分 就是想要的内容 对吧 咱平时设置头部分很少 但是咱是不是可以写 对吧 但是这两部分 咱说想的一定要按照这三部分去来 不能碎去乱 如果你已经把内容给客户做了 都已经发过去了 然后你在设置头 你想 他都收到内容都显示出来了 都显示完了 你告诉他字符机给UD28 是不是有点晚呢 对吧 所以呢 随时不能颠倒 也就是在头 设置头之前不能有任何输出 哪怕是空格空行都不行 对 因为有输出的话 就告诉你 头更改失败 对吧 你就这次发动失败 因为内容先过去了 你再设置头 发动头过去就没有用了 对吧 所以呢 就按这个数据来 那请求的时候三部分 也是请求的行 请求行一般的我们都指定 用什么方式来请求 你是盖的方式 还是POSE的方式 对不对 盖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方式 是不是地址栏上 对吧 就是UR 就是这个地方 后边加问号的方式 在编程的时候 是经常用到的 对吧 然后通过参数的形式 请求服务器 并给服务器传值 这是盖的方式 对不对 然后多只用 按的时候隔开 然后后边在网号 这个格上前面经常写 我就不多说了 对吧 然后还可以用POSE的方式 那一般POSE 我们都用表单才能出现 POSE的方式 对不对 当然还有其他方式 像delete POSE 对不对 但那些咱了解都不用了解 因为做PAP的项目 你取消了解 盖上POSE就够了 对吧 后边课件 我给大家列出 其他的一些方式 那请求的投信息 一般的什么呢 比如说 我请求的 我客户端用了什么浏览器 对不对 我得告浮览端呢 对不对 什么版本 告它是浮览的 对不对 请求的行 就是说明一下 什么 请求行 就是说明一下 协议 我用了什么协议 什么版本 这是请求行 请求投信息 就很多了 有很多条 咱们都足以去分析一下 听懂吗 把重点跟大家说出来 比如说像 像我刚才说的 在请求投信息里边 包含 我用的什么浏览器 对不对 之类的 很多很多 或者是cookie的信息 对吧 那再说一下 别让大家乱了 请求行 就是请求的方式和协议 经常用这个 然后呢 请求的投信息 一般的我们 都是用什么 都是像 很多 很多个头 一会儿咱们想一说 这太多了 对吧 但要知道 这个东西 请求的投信息 一般的 我们是不用设置的 除非你用gis 才去写这个 对吧 不然的话 都是默认的数据过去的 听懂吧 毫无信心 你看 是不是相当于 三部分是发送内容的 发送东西的 对不对 发送的内容不同而已 对吧 而请求内容 就是你 你用post 就是表单里的数据 你用guide 就是问号之后的变量 那就是请求的内容 对吧 这就是rtdb协议的一个过程 那除了这过程了解这个过程了 那最主要的 我们下一步需要了解什么 就需要了解 看什么 这几部分的详细的内容 和这几部分的详细内容 是不是这样的 嗯 那我们再看一下 rtdb协议 其实这个协议是 什么 1.0是基本的运行方式 原来这早期的 是grtdb协议 code服务器的交换过程 分成为4个部分 建立连接发动请求 对不对 刚才说请求 剩下三部分 对吧 然后发挥响应 也是三部分 对不对 前面已经建连接了 然后再关闭连接 对吧 所以rtdb1.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先建立连接 然后发动三部分请求 然后再享用三部分 对吧 然后 已经建立连接了 你也请求了 我也享用了 是不是就可以断了 再关闭 这就是rtdb协议的 1.0的一个 基本的运行方式 然后浏览器 外部服务器 连接过程是短暂的 每次连接 只处理一个请求 和一个想象 对不对 对每一个页面 把我们浏览器 与外部建立一个单独的连接 对不对 这咱就说的是 无状态的 对吧 所以浏览器到外部服务器之间 所有通讯 都是完全独立 开的请求和想象 就每一次请求 每一次访问 都是独立的请求和想象 对对吧 所以说无状态 看一下 比如说浏览器 在访问多个页面 同一个浏览器 访问多个页面 对吧 比如说在一个rtm页面中 如果包含图像 标签 当浏览器 解析到这个标签的时候 对吧 还会向服务器发生 标准的请求 那就又建立一次连接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这是一个网页 对不对 你看 我这边是不是有个图片 我这个图片 你看是不是一个 查看 查看 图片 图像机器 你看 是不是又是一个链接 对不对 那又是一个链接 是不是又是一个人体 tdp 也就是在这一个 而天文件里边 我访问这个是一次请求 对吧 而这里边有没有 gis代码 有没有css文件 请求 有没有图片 对吧 这些都是独立的请求 听着吧 所以他不用认为这个就一个请求 里边有个图片就是一个请求 所以你减少了图片 那就减少了请求的次数 听着吧 这个我们后边都会有工具给大家看一下的 标记 标记 这的话 如果RT还没有中一个链接 比如说兄弟连云克堂 这个当点链接 是也会触发外部 附近开始一次 这就是新的请求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RTB1.1 与RTB1.0的比较有哪些呢 特点就是 在RTB1.0的基础上什么 在一个TP上 可以传出多个RTB的请求和相应 一个TP链接上有多个请求相应 其实他前面说的都是这种模式 对吧 刚才能看到是不是一个请求一个链接 每次都是多个请求 对不对 而在1.1上 怎么的 就一个TP上有多个RTB请求 可以加上这个 这是新的 咱们现在了解 都是这个 新的 然后多个请求和相应过程 可以什么 可以重叠出来 对吧 就多次 你看下边的图 然后增加了 更多的请求 头和相应头 咱说请求头和相应头 内容是很多 不是一条两条的 那多了这么些 后边咱们会想要介绍 你看 建立连接和关闭连接 中间客户机服务器 发送第一次请求 发送第一次请求 回应第一次想应 回应第一次想应 是不是相当于 更智能一些了 变成多线程度了 对不对 好 那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 RTB的一个工作的原理 请求和响应 那具体的请求头 就是请求这过程 第三部分信息 是什么内容 和响应的什么内容 咱们稍后再说 好吧 这节课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介绍这里 再见 拜拜 出学者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六十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